新的机场,大型机场,正式起运 这是我们在经济民生和民航建设方面取得的又一个成就 那么建筑也被誉为世界三大建筑奇迹之一 那么前年我也注意到,也受到了台湾媒体和台湾网民的热捧 那么根据民航方面有关规定 台湾地区的航空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他们是否使用大型航空公司 那么具体的情况,我想请您进一步向航空部门去了解